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到2023年8月29日 星期二 逢星期二、五或更多時間 都會在這裏和大家說說 比特幣或加密貨幣 如果還未訂閱的你 可以按右下角的按鈕 又或者 掃一下這個QR Code 都是進入我的免費TG Announcement Group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甚麼呢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重溫一下 昨天我出席 香港第一間持牌交易所的 一個Hash Key啟行典禮的一些重點 想和大家說說究竟有甚麼要注意 以及這個KYC是怎樣做的 這個稍後和大家說 今天首先說了 坐在這裏和大家錄這條片 因為近幾天都有很多很多事情做 都想慎一慎 你見到我有時經常出席一些活動 或者和不同的交易或公司合作 很多時候這些都是一些無償的工作 做我這份工作最慘的地方 很多時候都是付出了 你不知有甚麼回報的 尤其是在這一兩年 2022年2023年的時候 很多工作 已經是小工作的 首先很多工作都是無償付出的 希望大家有機會的時候 如果看到我的影片 有甚麼是適合大家的話 又或者甚至乎去Lililio.com 做一個月費會員支持 那就非常多謝大家了 當然這是我的工作 我都希望可以繼續陪大家 一路認識多些關於比特幣 認識多些關於Botrain 甚至乎到未來的 或是現在的牛市 和大家一起去賺多一點錢 增加人生的選擇權 那好吧 開始之前有兩樣東西 都想和大家先說 就是第一個就是關於OKX 應該之後他們都比較相對 大機會拿到牌的一間交易所 接下來星期六或星期日 9月3日的時候 他們會在旺角有一個 曼城冠軍獎盃的巡展 有些球迷可能知道 他們今年是這個曼城 英超冠軍曼城的 一個手袖的一個贊助商 接下來9月3日 就會帶到一個英超的獎盃 以及捉總盃的冠軍獎盃 來到香港 大家有機會跟這個獎盃合照 當然中間亦會有活動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到他們的網頁看看 又或者留意我的IG 如果是球迷的話 就有機會得到出席的 一個特別的名額 有甚麼都是留意我的IG 另外說回IG 大家知道之前提到的三隻 由Youtube和IG一起送出的 這個Tresor Model 1的Code Wallet 就會在今天截止 星期五或是未來這一兩天 我都會陸陸陸陸陸陸在IG 或者Youtube公佈得獎名單 跟著還有一件事 就是之前跟大家說過的一隻Meme Coin 這個華爾街的Meme Coin 就宣佈了在大概一個月之後 就會在一間一級的交易所上市 亦都會現在開始已經有一個 Stacking的活動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留意回了 不過都是那句 這些類型的Meme Coin 那個風險就會比較大一點 大家都可以留意回 現在立刻和大家說說Hashkey 好 相信有些朋友昨天都有看到 我和Hashkey合作的一個線上獨家直播 他們的一個啟航典禮 今天想和大家濃縮地和大家說說 昨天說了一些重點的內容 知道的 大家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看完整個直播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重溫的 好 說回昨天的一個啟航典禮的重點 首先Hashkey作為第一間在香港正式取得牌的 虛擬貨幣交易所 昨天推出了一個slogan 我覺得都很重要 或者大家非常關心 就是買幣更方便 全幣更安心 我相信大家這一個是經歷了2022年 或者2023年一些交易所倒閉的時候 大家最關心的一件事 他們中間整個啟航典禮 除了正式接受散戶的登記之外 他們亦都宣佈了 其實他們中間有很多的一個審計 以及亦都和保險公司AON合作 去令到大家 全幣的時候更加之放心 亦都有一件事 就是他們和ZABAN合作了 可以令到大家存款 或者出入金的時候更加之方便 這幾個是一個重點 他們昨天說的東西 亦都相信是大家最關心的東西 真真正正去講一些實際的優惠 昨天無論在lilyl.com 或IG 或TG 都說了 和大家爭取了一個盲盒活動 大家只需要去到他們盲盒的畫面 完成了這個註冊 由昨天下午兩點開始 完成了這個註冊 並且完成了KYC的話 在這裏有一個位置 讓大家入盲盒的優惠 只要在這個頁面輸入這個優惠 就會額外得到20粒HSK 即是除了盲盒之外 還會得到額外20粒HSK HSK是什麼呢 就是Hashkey推出的 他們平台的Token 雖然現在的形式 可能大家看上去 不像Token 你當作一個積分 將來應該可以參加到 他們的不同活動 又或者是用來扣減手續費 甚至乎我想像一下 如果之後可以交易 其他的加密貨幣的話 有機會可以交易 這個就是言之上早 不過有著數就是拿了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QR Code 登記這個Hashkey 並進行這個KYC 就可以輸入這個Code 拿到這個盲盒的額外優惠 另外也和大家說一些更加實際 可能大家更加關心的東西 就是說手續費 在開業期間 現在暫時來說 他們會做一個零手續費交易的活動 即是說無論你是Maker也好 Ticker也好 你都會是零手續費 可以做到一個交易的 而且亦都是 Deposit當然是免費的 不過要留意 它有一個Withdrawal Fee 這裡就要留意 不同的加密貨幣 究竟會收回多少的Withdrawal Fee 另外還有的 剛才說到出入金那裡 可能會令到大家更加方便 當然中間 都會牽涉到一些費用 這個我相信 都是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還有一件事 就是比較特別的一件事 今天都想跟大家說說的 就是這間是持牌的交易所 亦都是SFC准許的交易所 所以KYC方面有些特別的 除了說身份證和地址證明之外 中間你還要做一個 所謂的虛擬資產的知識的調查 中間會問你一些問題 究竟你會把多少資產放進去虛擬貨幣裡 又或者一些基本的問題 現在月收入大是多少呢 又或者作為投資你會進入多少錢 當然 大家都作為一個健康的投資者 當然就不會全入 如果你是全入的話 那可能你有機會過不了這個測試 就會不讓你買虛擬貨幣的 這個大家都要留意 還有一件事就是 可能平時大家開証券戶口的時候 都會感受到的 就是你要和銀行那裏作一個 叫做確認 你要在你銀行那裏 全入大約一萬元港幣 或者是不低於千五元美金 去到你Hashkey的帳戶那裏 那完成了這個認證之後 大家之後的出入金應該就會更加之方便 這幾樣東西都是大家要在做KYC的時候特別留意的 那好了 最後講下我昨天去完這個啟航儀式 有甚麼特別的感受 是的 第一個感覺就是 他們很得到政府的支持 如果不是都不會拿到牌 第二個感覺就是他們都算是非常專業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 之前他們主要是服務一些專業投資者 所以 服務大眾或者那麼多人的經驗 可能不是那麼多 在這短短的24小時裏面 我都看到有很多不同登記的問題 或者KYC的問題 相信這些都要給他們一點時間去處理 還有現在已經可以下載到他們的app 不過暫時來說 他們的app的功能應該是有限的 大家所有KYC 或者一些特別的動作 應該都要回到他們的網頁版那裏 才做到 不過都是那句 有了這些有排的交易所之後 相信大家對加密貨幣交易的信心 應該會有所提高 長遠來說 應該是對市場是一件好事 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用回這個曲子去登記 以及去盲盒的頁面 輸入回這個曲子 就會得到額外20粒HSK 好了 今天說到這裏 喜歡的話 分享、讚、留言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